好,在这一边它叫我们看它是不是similar set OK,我们要知道它是不是similar set的时候呢 我们把它换成最简的东西先 So,我的80呢,我除2就40 除2就20,再除2它就会变成10 再除2它会变成5 所以我的这个sqrt 80呢 其实是等于sqrt 2 power 4乘5 然后它会变成2 power 2sqrt 5 OK,所以这一边我有5sqrt 80等于5乘2sqrt 5 然后520乘2sqrt 5 OK,其实前面的号码不是重点 重点是后面的这个是sqrt 5 然后58我一看就知道它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除2的时候呢,我就29 然后29已经是prime number了,它已经没有办法了 所以我的这个2sqrt 58的时候呢 它就是2sqrt 2乘29 所以它其实还是2sqrt 58 它没有办法再简化 然后我的sqrt 45的情况呢 我的这个45我可以除5 9545,然后再除3,3 OK,所以我的这个sqrt 45 前面有一个放9的话 9sqrt 3sqrt 5 所以它会变成9乘3乘2sqrt 然后27sqrt 4 OK,所以我的这两个是similarse OK,就是说这两个是similarse 然后这个跟他们之间不是 OK,so我的sqrt 12的时候呢 其实我不用做到这样复杂了 OK,这个没有的代变了 然后我的4sqrt 12的时候 4sqrt 3乘4 然后它会变成sqrt 3乘2 6sqrt 3 然后我的5sqrt 27的时候 它会变成5sqrt 3 power 3 然后它会变成5sqrt 3乘3sqrt 然后5sqrt 3乘3sqrt 15sqrt 3 ok,所以这三个都是sqrt 3 sqrt 3跟sqrt 3 所以它是一样的 yes